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 你們是要財的客戶 其實今天是第一場跟要財的客戶投資者講的 也是香港的第一場跟一般散戶講這個滬港通 今天我會盡量掌握那些重點給大家知道 大家可能在電視、在收音機都會聽過滬港通這件事 其實滬港通這件事講了很多年 以前就叫直通車 現在就叫滬港通 這個滬港通其實它會有兩個層面 一個就是香港人投資者 或者在香港開戶和券商開戶的投資者去北上 另外一個層面就是所有的中國投資者就是南下 這是兩個層面來的 這個兩邊都好 其實會改變香港投資者在投資的項目 也都改變了在上面的投資者去香港的股貨市場 也都會有一個改變 那滬港通的 那滬港通其實就是國家一個政策來的 而這個政策是改變了金融體系的開放程度 但是大家知道國家開放的滬港通 它們會有些條件在這裡限制去做 希望大家做得安全和安心 今天我們會講一下那個概覽 究竟滬港通是什麼 另外也會講一下大家交易時有什麼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好了 那這邊我們有一個好像地鐵站那樣的圖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那有幾個重點 有幾個重點 那其實呢 在滬港通裡面是有香港的投資者 或者國際的投資者 總之在香港開到戶的投資者 就可以北上去買上海的A股 而在中國大陸的投資者 它也都可以透過上海交易所 來到南下去香港交易所買香港的股票 那這個是第一個那個滬港通的特色 就是北上南下這樣去做 而那個交易那個的量呢 過境的時候呢 是譬如舉個例子 今天我儘量呢 儘量是會用北上那個方向去講 因為為什麼呢 港股大家都大家明白 但是後來我會有一個環節呢 會講一下港股呢 如果大陸的投資者來香港投資的時候 會對港股有什麼影響 那第一個呢 就是交易的量呢 是會 總量是會過境的 實現最大的價格 發現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你今天 現在下了一個盤去買 這股這樣 你的盤呢 是會透過香港交易 透過你的經紀 直接由香港交易所 直接上到去上海交易所裡面 那個盤放在那裡 跟你現在今時今日呢 在香港下的盤是沒有分別 只不過那個盤呢 是去了上海交易所那裡 而當那個盤成了之後呢 它每一天呢 就會用一個淨額的結算 什麼意思呢 譬如舉例 有10萬個投資者 買了某一隻股票那樣 它就會 NAT了那一堆 買了股票那一堆的人呢 有一個總數 還有減回那個污了貨的人呢 那個總數一個NAT數呢 就會去做交收的 這個是這個大家要留意的 OK 我覺得人民幣的境外轉換呢 那就是實現全程的回流 是什麼意思呢 在那個人民幣裡面呢 你知道大家買這個A股要用什麼的 不是 一定要用人民幣的嘛 那所以呢 大家買買的時候呢 是需要完全用人民幣 去作為一個貨幣去買賣A股的 那你們的層面呢 要是投資者要有人民幣呢 要是你找個方法去轉了你的 現在手上的貨幣去做人民幣 是一定要用人民幣的 那另外呢 那個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所有的錢呢 是完全離開不到這個 湖港通那個機制裡面的 就是說在這裡裡面 混流的錢呢 全部都是買賣A股的 可以嗎 在香港的投資者 或者在香港開戶的投資者 是買賣A股的 就不可以擠了出去 買別的東西 或者買房地產 或者買別的東西 這個完全是一個封閉的渠道來的 可以嗎 那個錢就是封閉 那另外呢 也都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 以本地原則為本 主場的規則優先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你是買賣A股的 就以當地那個規則為優先 就是不會以香港的規則為優先 但是如果相反來說呢 投資者南下的時候呢 也都以香港那個規則為一個優先 就是本地的交易的規例 那個法則為那個優先先 那這個就是那個最主要的原則 那另外呢 那個結構呢是對稱的 就是南下 無論是北上南下 全部那個結構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都是這樣 那而香港交易所和上海交易所 也都會平均分享那個利益 就是說沒有那個 那個在利益上那個分異的問題了 那大家呢是會共享一個利益 那變成了大家是公平公正 那另外呢 實施初期呢 在買賣的時候呢 是有一個額度是需要大家去做的 那有一個是 每一年的額度 另外一個呢就是每一天的額度 一會兒我會詳細和大家說 那另外呢也都是需要呢 那大家一定說一件事就是要知道就是 那現在這個戶廣通呢 只是一個視點的模式來的 那將來這個戶廣通呢 是可以在那個 無論那個交易 或者交易那個方法呢 會可以改變和改善的 那大家就知道 這個那個叫做Pilot Program呢 是有可以很大進步的空間 但是現在最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讓投資者可以買到A股先 這個是最重要的目的 那大家這裡如果有問題 可以隨時發問都可以的 但是待會我如果還要講給大家 有什麼問題集起來了 那一次過問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啦 那 那今天我會集中說回這個北上那邊 那我就會 那對於胡廣東對於香港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它是鞏鼓香港呢 作為一個客戶走向世界的 一個國際的中心 一個首選地 香港永遠在一個中間的角色 是會很出色的 那另外呢 進一步提升香港呢 作為人民幣的離港中心 那為什麼會令人民幣成為一個 就是會更多人用 因為你買A股的時候呢 你必須用人民幣的 那個市場呢 會更加吸引 那另外呢 就是 壓資產類別的 互聯股通的托 一條開托的路面 那今時今日 我們只是做到這個 上海的股票是不是 那可能過一段時間 如果互聯股通做得好的話 可能大家也會買到 深圳的股票 那這個是 那另外呢 香港的投資者呢 是可以 在5分鐘之前 在那個 開市前交易那個時段呢 是早5分鐘去下單的 即是說 9點10分呢 香港的投資者呢 就可以下單 下去買A股 那其實9點15分呢 那個開市前時段的交易才開始的 那是可以早5分鐘 那大家要留意啦 當你買了 放了那個order下去呢 那其實呢 那已經入了我們 家業所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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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 那如果你是 要是 要是排先後次序的嘛 譬如如果 舉個例子 你第一個 我當你是第一個 入了那單 那單 trade下去 那而你是想cancel它 你是第50個進去呢 放下去的話呢 那有機會呢 第一單trade已經去過了 成不了 但是你cancel的trade 你是會cancel 第一口的trade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你越早放下去 要是大陸是沒得改變的 沒得改變 是只可以cancel你之前下了那個trade 那所以呢 如果你落了第一口trade的話 你另外一口cancel的指令呢 那個呢 譬如你是排第25的話 有機會第一口trade已經去過了 你是cancel不到 那這個大家要留意啦 那另外呢 大陸的交收呢 A股呢 上海A股交收呢 是 股票交收呢 是T 即日交收股票 而T加1呢 才交收錢的 即是說 今日你買了個股票 其實到了晚上8點鐘的時候 6點鐘的時候呢 你已經在你的股票的戶口裏面 有這個股票紀錄 而明天12點鐘才交錢 這個跟港股的做法呢 是很不同的 那另外呢 我們呢 只是收你人民幣的而已 那就是說 投資者要自己預備人民幣 又或者呢 你要找一個渠道去轉換了你的港幣 或者其他的貨幣轉換人民幣 那另外呢 在價格限制那裏呢 也要大家留意啊 在 上海的A股呢 它是有一個呢 每一天呢 上下限10%的而已 即是說 當個股票升或者跌10%的時候呢 它就會停彈的 而香港呢 是沒有這個限制的 這個大家要留意哦 10%就停的了 OK 又不會再接受任何的單的了 那另外呢 買大陸股票呢 其實是需要付稅的 本身它有一個稅啦 那譬如你收到 將來你會收到一些 譬如是 派息啊 那其實那些都會收稅 那這個稅制暫時來說呢 香港交易所和上海交易所 證監會和中證監和上海上面的稅局呢 去想著怎樣去搞定這件事 因為對於國際投資者 和對於香港投資者來說呢 這個稅呢 是需要很清晰地去告訴大家 那暫時呢 這一部分呢 是雙討中 那所以呢 希望投資者耐心等一等 我們呢 會定時呢 去update大家 現在那個護廣東的發展是怎樣的 好啦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呢 是 其實香港交易所呢 作為所有香港 香港現在聯交所的經紀呢 它會是作為一個很大的super的經紀 就會代表所有香港的經紀呢 在香港和聯交所的經紀呢 去變為一個super大經紀 去上海那裏呢 去做買賣和做結算的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super的大經紀 那和super的結算所 那我們是會代表所有的客戶呢 去做這件事的 這個呢 這個呢 那個圖呢 告訴大家呢 我們其實在 我們其實在 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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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廣東交易時段 上面的那個 就是 Hot East 現在呢 是9點15分到9點25分 那大家去早5分鐘 剛才我剛才說了 早5分鐘可以落本 連續經價時段 即是正常啦 9點30分 去到11點30分 而連續經價時段 下午呢 就是1點鐘 去到3點鐘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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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大問題了 應該 那大家看到 9點10分 你可以落本的了 OK 那下午呢 下午呢 1點的時候 你是可以在 12點55分 再落本 你是早5分鐘 那這個 在香港那個 投資者呢 是 容許我們早5分鐘 去落單的 現在可以嗎 那當然我們可以買 多年來的股票 在湖廣東交易 即是 正300螺子數 的 那同時呢 在那個 那個 在聯交所 有什麼股票 就是 香港有的H股 上面有的A股 全部都可以做得到的 即是 如果香港掛了牌 H股 上面又有A股的話 全部都可以做得到 另外 有什麼不包括的話 那時候呢 它就不可以被買賣的 那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了 比如舉個例 等於 譬如有些股票停了牌 那它就列入了 風險警示板 那這個風險警示板呢 就會 那些股票呢 不可以被大家去買賣 那這個是大家要需要留意了 那總共股票有幾隻呢 是 568隻 那接近那個市值呢 是9成 那還有呢 日軍成交額呢 平時成交額呢 是佔了八成左右所有的股票 那其實那個範圍都很大 的 就是差不多 是很廣泛的股票呢 都可以給大家去買得到這個 那大家留意 留意這些東西 那那個呢 旁邊就是 南下 那上面的投資者 究竟可以買到什麼廣股呢 那總共有266隻 大概cover到 市場的那個 佔有率呢 市值82% 那平均成交量呢 每一天呢 是78%左右 那這個是南 北上和南下那個 不同的地方 那 究竟在香港呢 什麼投資者 才可以知道 內地的A股呢 所有投資者 不管你是本地 不管你是外國 總之你能夠在券商裡 透過合法的程序 開到戶口 就可以買到A股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的幫助來的 那你究竟 有些問題 有些客人問 究竟譬如 可不可以在香港裡 透過香港經紀 買上海A股呢 是可以的 是絕對可以的 這個 那而大陸那邊呢 它有什麼資格 才下得 那些客戶有什麼資格 才下得來香港買股票呢 就是有五十萬的資產 在他們的戶口裡 那這個就是 包括錢和貨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 那先講講額度 那 那其實呢 那是有一個額度限制在這裏 那 而 就是 每一個都是總額度 就是說 所有加起來的買賣 不可以超過三千億 三千億 每一天的額度 每一天的額度 是有人民幣一百三十億 有一個大額和一個小額 可以嗎 有一個大的框和一個小的框 第一 就是 不可以總量超過三千億 第二 每一天的額度 不可以超過一百三十億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 這個定了下來的 你說這個會不會改變呢 將來是會有機會改變的 那 暫時是定在三千億和一百三十億 那 買賣的原則呢 都是好像香港那樣 用回那個價格 優先次序來做的 跟香港那個買賣呢 排價那個是沒有分別 首先排價 跟著排次序 那 然後呢 那個總額度呢 怎樣去計算呢 總之這個總額度呢 都不可以超過三千億 如果超過三千億的話呢 那個交易呢 就會停止的了 這個大家要留意 而每一天的額度呢 是一百三十億 如果 那一天 是去到一百三十億的話呢 就會停的 對不對 這個去到一百三十億就會停 那怎樣去計算呢 那其實這個呢 就要跟大家講講了 這個總額度呢 是將那個總額 減去那個買盤成交額 加回 沽盤那個 即是說 買盤 是會減低那個總成交額的 而減低了之後呢 要加回沽盤那個 即是說 人一沽呢 那個額又會鬆一點 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如果 買那個盤呢 就會減低那個總額盤的 而賣那個呢 就會放鬆那個 這個是那個原則來的 而每一天的額度呢 也都是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就是怎樣呢 每一天的額度 買盤 訂單的金額 意思就是說 大家要留意 總額度呢 是計成交額的 成交了的數 成交了 未成交那些是不計的 而每一天的額度那裏呢 是減了 每一天的額度 減了買盤 訂單金額 即是說 你正在排隊那個呢 都計算 對不對 總額度 是減了成交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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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回 沽盤 總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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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成交了才算 而每一天的額度 是 將每一天的 那個 額的限制 那個限制 那個限度呢 減了每一天 訂單的金額 即是說 未成交的 如果排隊 都是會 減低了那個 總額度 reduce 了那個 每一天的 額度的 再加回 沽了出去 或者一些的 微調 所以呢 每一天 譬如 有些投資者 就說 如果有些人 不斷排隊 押了一些位 那怎麼辦呢 這個就會 怕出現這個情況 因為每一天 其實只有一百三十億 那其實呢 你想想 如果要押著那個位 第一樣東西要做 是做些什麼 投資者 要有些什麼 要有些什麼 先 要有人民幣 那你不會 你將你所有 譬如一般投資者 你將所有房子 全都做成人民幣 那你第一天 要兩萬 要把人民幣 要全都做成人民幣 所以這個情形 就不太會發生 OK 那大家就要留意 那還有呢 如果家庭所 看到有些人 特意把一些盤 在那裡 那些價錢 不是很合理的 那我們就會打電話 去問一件事 究竟這些客人 為何會放這些盤 在那裡 壓住個位 我們會去 我們會去監測的 OK 那大家 大家留意一件事 在開盤集合競價的時段 如果那個額度 那個額度 是超越了 每天的一百三十億的話 那是立即會停止的 對不對 那在連續競價的時段 亦都不會再接受新的買盤 即是當在開盤 在開盤集合競價時段裡面 暫停接受新的買盤 而直至到每天的額度 重新錄得有盈餘 即是說跌低過一百三十億呢 它才可以讓你再進入新的買盤 要不然就會reject OK 那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所以我們會密切監測 這個一百三十億的每天的額度 但是也不排除 有機會去 即是 例子六個月後 由四月開始 也數六個月後 也會有機會再改變這些東西 我們不時會更新大家的 而這個額度 亦都可以在街上網站 會定時更新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的額 有沒有改變 還有降壓 剩下多少 這個大家 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大家需要留意的 香港的買盤保橋 就沒有這個額度 就是這樣 那當然假期的安排 其實假期 有很多人 發覺假期是怎樣做 這件事 我們交易所 應該是會將所有 買賣到A股的日子 買賣不到A股的日子 那個日期 就會列明出來 在我們那個 假期表那裡 大家就不需要擔心 在哪一天 買不到 或者哪一天 不知道買不買到 那些假期的表 就會列出來 簡單來說 上面 上面人價 的時候 你一定是買不到的 我會將那個假期表 會列出來 在我們的網站那裡 經紀門 也會通知大家 哪一天是買到 哪一天是買不到 不需要大家 謹慎一下 哪一天我才買到 哪一天買不到 另外一件事 大家很需要知道 就是 買賣A股 在上海 他們有一個 前端監控的機制 簡單來說 前端監控的機制 就是 總之你下了個盤之後 是不可以fail 即是交收的時候 是不可以fail 一定要有貨有錢 大陸是沒有一個concept 譬如我 譬如我 我買了貨 但是突然間沒有錢 是不可以的 你一定要是 買房子之前的時候 一定要有錢在你的戶口 你才可以下一個盤 而沽貨也是一樣 你一定要有那件貨 在戶口裡面 你才可以沽貨 這個 這個不明白 這個是跟香港有些不一樣 它是前端監控 是不可以讓你下一個盤之後 而在後面那裏 成交 即是交收不到 是不可以 是沒有這件事的 OK 好了 另外有些 另一件事 大陸呢 在統統的機制之下 你是不可以沽空 不可以沒有貨沽空 行不行 沒有貨沽空 是不行的 即日買賣 不用想 是不可以 現在今天買了下午股 或者即日買了下午股 或者即日買了下午股 是不行的 這件事 港股是不行的 但是在上海A股 你是不可以做即日買賣 這個是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亦都不可以沒有貨沽空 另外呢 大家呢 記住 你是不可以改 trade的 改價 或者改那個 amount 那個股數 你是要cancel 多一間 trade 重新再入多一次 這個跟香港很不同 這個大家一定要留意 再講一講 沽貨 你是先買了貨 然後才可以沽貨 即是說 今天買了 不可以今天沽 今天買了 明天才可以沽 大家 我看到有些笑 其實這個是 一個很重要的點 大家要記住 如果你明天 譬如舉個例子 我今天買了貨 我明天想沽的 我今晚批貨 就要坐在要財貨倉裡面 當夜晚結算所 看到你有這批貨 在要財貨倉裡面 明天你才可以沽 如果見不到這批貨的話 明天你是沽不到的 無論市場發生什麼事都好 你也是沽不到的 行了 這個大家要留意 OK 其實就是在講 那個結算的方法 就是 這個就是香港結算所 同樣我們是會代表 你們對著中國結算所 所以去做那個交收 好 來到這裡 要跟大家講 譬如你今天買了貨 其實在晚上的 即日的 6點鐘 那批貨已經坐在你戶口 那你批錢 就應該 就要鎖住在你的戶口裡 而那批錢 明天的12點鐘 就進行交收 那你就可以拿那批貨 但是 有很多朋友問 我今天買了貨 我明天才會交錢 是不是 T加0 和T加1 這個概念 T加0 就收了貨 T加1 就交錢 那譬如舉個例 有些朋友會問 我昨天買了貨 但是今早未到12點 如果那批貨我想沽 可以嗎 可以 當你的錢 已經放在那裏 準備12點鐘去交收 只要你那批錢 你早上都可以沽到貨 但是晚上 當結算所 要看你的倉 的時候 就要看到你的倉 有那批貨 這個大家要留意 再說一個概念 在香港和大陸 是很不同的 在香港 我們的結算所 只是看到 很多投資者 混在一起的貨 但是在大陸 是可以看到 每一個個別客戶 裡面有多少貨 這是跟一個很不同的方式 即是說 結算所 可以看到陳大文有多少貨 但是香港 只是看到要財有多少貨 看不到要財後面的 陳大文有多少貨 這個所以 要告訴大家 就是 當如果你的貨 晚上 放在要財的倉 的時候 你放在它的倉 就沒有問題 因為有很多客戶 那些貨不是放在自己的倉 是放在自己另外一些倉 裡面 舉個例 你有在交易所 開了個人的結算戶口 你會透過要財 買完之後 你把那批貨 放在家業所的個人結算戶口 裡面 坐在那裡 有些客戶會這樣做 他穩陣一點 把那批貨 放在結算所裡面 如果晚上拍照的時候 照不到要財有你的批貨 明天搬不到 那你即是說 你批貨一定要由 你那個私人的結算 那個結算家裡 搬回到要財那裡 你才可以顧你一個 但是通常 一般的投資者 就不會把這批貨搬來搬去 通常都會坐在那個 經紀的倉裡面 那這個大家要留意 那另外呢 在你們買了大陸的股票的時候 A股的時候 有關所有那些企業行為的公告 譬如那些派息 或者是派股 或者是權益的時候 那就會大家需要 上海的交易所的網站 去看看究竟那些股票是做什麼 而香港的交易所的網站 亦都有一個叫 中國證券市場網頁 亦都可以看到這些 那些股權的權益 是發生什麼事 那大家可以知道 究竟可以拍攝 知道拍多少股息 那另外呢 如果派現金的時候 亦都會是 將那個現金給回去 但是呢 因為中國有一個稅 有一個稅局 那變成呢 在派股息或者紅領的時候 是會有一個安排的 那是會 建議是統一按照 所有的10%的 就是10%的收取 在那個股息等等 但是現在仍然在那個 就是商討當中 那當作會有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會通知大家 那這個暫時已經 還沒有全體落實的 那要投票 譬如你是股東 你怎樣去投票 那也會我們將這個 去將來更清晰 告訴大家 究竟怎樣你的股東作為 因為股東你的權益 是怎樣去 在這個互廣通裡面 去實踐出來的 那這個暫時大家 要忍耐一下 因為有很多事情 還是要跟上面商討 因為上面有 我們要跟上面的證監 上面也有他們自己的稅局 有很多的條例 是跟回當地的 變成我們需要時間去商討 好了 這裡有一些安排的稅 或者是費用 給大家知道的 那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這個稅和費用 那去買上面的A股的時候 是有這一堆的費用 需要去給的 對不對 但這裡我們遲些 會和大家再提一下 究竟要付多少稅 還有有什麼費用 還有有什麼稅 最重要是利得稅 還有當你收到那個Dividend的時候 比稅 比多的話 這個是投資者都會關心的事情 我們會和大家再提一下 因為這個暫時還沒有一個定案 好 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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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4月 李克強總理講到開始 其實應該是10月開波的 那10月呢 11日黃金洲 那大陸應該起碼放 是不是放5日 5日 應該起碼放5日 那大家猜到那個時間 應該是放完黃金洲之後 應該就開始 進行買馬了 這個大概的時間表就是這樣 來到這裡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想問一下 想問一下關於北上 北上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一下 北上買賣股票 有沒有增值稅 是 後面 有沒有增值稅 有沒有增值稅 聽不到 賺了之後 要不要增稅 賺了之後 這個朋友真是厲害了 我買了股票 當我股票的價格賺了 而我又平了倉股之後賺了錢 我需要付稅 我需要付稅 根據中國的稅籍 你是需要付稅的 是需要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 一件事 因為滬港通 中國的稅制 它本身是 沒有hater到滬港通 因為滬港通 是10月的時候才公佈 所以現在 雙方的監管機構 和上面的稅局 都是在想這件事 如何處理 在滬港通開車之前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公佈 給大家知道 究竟那個稅 是如何處理 這個會明確告訴所有投資者 當你賺了錢的時候 又或者收了股息的時候 那個稅是如何處理 這個會跟大家說回來的 那就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當這個稅要行的時候 它是會落實一個日子的 那就是說 落實了這個日子之後 你才要交這些的稅 可以嗎 所以大家要留意 因為為什麼呢 不只是會影響到香港的投資者 比如說一個例子 在美國 有一個唐人街的餐館的老闆 他透過滬港通買了A股 賺到錢 其實坐在那邊 那個唐人街的老闆 都會給稅 其實這個牽涉到那個稅務 是很複雜 因為不只是香港的投資者 是全世界透過香港的經紀 去買賣A股 其實都要給稅 所以 在10月開始之前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很明確的稅的指引 是由大陸的稅局給香港 香港會告訴你們 可以嗎 是的 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投資者可能呢 就是北上我聽完了 那我講一下南下好不好 其實南下呢 香港投資者其實是 對香港投資的市場 股票市場 是會有一個徹底的改變的 現在香港的投資市場 是有外資 本地 機構投資者 和散步 也都有基金 其實如果在滬港通的時候 當上面的投資者 下來香港買賣的時候 你覺得他們會 有些什麼股票會吸引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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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些股票呢 就是那些 它在上面沒有的股票 有些股票 有哪些股票在上面沒有 但香港有的 移動 大家知道 941移動 在香港才有的 那還有些什麼股票 他們沒有的 這個 澳門的賭博股 是對的 譬如騰訊 他們沒有賣的 那這個第一 就是上面的投資者 會買一些 他在上面的股票 那第二 有些什麼股票呢 有些什麼股票他們會很有興趣買 例如賭股 賭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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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價格比較低的H股 相對於A股 那就是說 第二批的股票就是 A和H的股票 大家互相都有的 互相都有的 但是看看哪些 值得買一些 但是另外也有些投資者 會透過 湖廣通的機制 去沽了一些比較高的股票 買一些低的股票 就是等於那些 即是 吃arbitrage 那些股票的盤 會有的 他可能會在上面做A股 在通過香港 做這個H股 那也有機會 那些投資者是會 直接繞條路 下來香港 在香港一次過 通過一個經紀 做完兩樣東西都可以的 你不要以為大陸投資者 他一定要在上面買 如果他在香港發開戶口的話 他可以繞下來 然後上去買也可以的 但是當然 那個資料 那個費用就會不同了 那另外第三種股票 就是那些什麼股票 就是那些特別板塊 就是剛才說的那些賭股 又或者那些銀行 銀行股 譬如那些保險股 AIA上面沒有的 是吧 匯豐那些上面沒有的 那他買不到 他會來買些股票 那還有香港還有一個呢 有一個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 香港很多籃籌的股票 他們都會派息的 那所以呢 對於上面的 譬如社保基金啊 或者是投資者來講 他想有一個穩定的收入呢 那些全部都是他們的派遞 那等一下我郭先生 就會跟大家說 哪些辦法 那些股票會受益 那大家來到這裡 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沒有 有沒有 後面還有一個 有一個先生 想問問題 想問什麼問題 後面那個先生 那些人物財 對付出的 那些人物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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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以在大陸 去那些人物財 那些人物財 如果要跟耀材換人民幣 那你要問耀材才知道 這個東西 我們家庭所 不管你究竟 如何去拿人民幣 我們收的時候 一定要收人民幣 因為是希腐 所以我們家庭所 至於你怎樣去 拿這個人民幣 或者從誰去換呢 家庭所是不給你的 即是說如果在耀材的戶口之後 你有人民幣 那在耀材的戶口那裡 可不可以在大陸的銀行 當然可以 用耀材那些 那些人民幣出來呢 即是 不是 是的 如果你剩下的人民幣 我不可以在大陸的 銀行體制 拿回人民幣出來 不可以的 剛才呢 跟大家很清晰講過 這個呢 拿回好像地鐵圖那幅出來 跟大家講 在滬港通裡面 這個機制呢 所有的錢 是不可以離開 滬港通這個範圍裡面呢 而兜過第二個途徑 或者是你大陸的銀行有戶口 在那裡再轉回來 是不可以的 那筆錢 當你沽了股票 那筆錢 一定是透過 上面的中國結算 它下來 給我們聯交所 後面我們的香港結算 那筆錢給你 那筆錢 是不可以離開這個範圍裡面 對不對 是不可以透過其他的渠道 去將那筆錢給你 一定要透過結算所給你 香港的結算所 那筆人民幣給你 是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將那筆人民幣 在第二個途徑運回來 相對 大陸的投資者都是一樣 是 整個過程都是人民幣 南下都是人民幣 不算港幣 說一點點 譬如上面 大陸的投資者 他怎樣投資港股 因為港股全部用港幣 譬如有馬鈴的股票 或者ETF 是用人民幣之外 那大陸的投資者 他怎樣去拿人民幣 拿港幣 拿港幣呢 其實大陸根本沒有港幣 他們唱不到港幣 那大陸的投資者 他每一天早上 中學結算 就會給一個人民幣的 indicated price 就是那個叫做參考價 而這個參考價 是一個上和下限的 上和下限 而這個參考價 到了當日 股票市場完了的時候 而中學結算 就會給一個正式的 那個兌換價給他 那當日呢 譬如舉個例子 他下來買了 我當他買了AIA 他用了30萬港幣 他這30萬港幣呢 就會透過最後那一天 結算的時候 他有一個定價的 這個價是劃一 給所有投資者 而將那個價 轉回人民幣 以致到上面的投資者 可以用回雙等的人民幣呢 放回那個結算所裡面 當做港幣 因為他沒有辦法拿到港幣 他一定要靠上面的中學結算 幫他們轉做港幣的 而那個價是劃一 所有投資者 那香港又不同 香港你可以喜歡去哪裏上都可以 你可以跟耀索策也行 你可以自己搬自己人民幣也可以 或者可以喜歡去 去什麼技能去策略也行 這個是好不同 在內地投資的時候 是不是每次交易都涉及到 股票 當然 應該這樣說 現在在這個範圍裏面呢 所有買賣的股票呢 全部都是港幣來的 所以是涉及到有兌換 每次人民幣 要回港幣 買港幣 買港幣 賣一起去 每次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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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裏有不同的地方 相對來說 香港的投資鐵幣有很多 但你不要忘記 他在南亞的時候 他會對香港的股票市場 會產生一個很大的變化 因為 你想想 他們每天的成交 和他們相對市場的股票 對他總市場整體的總整 轉的速度 是快過香港很多 他是香港的三倍 你想想 他那三倍的速度 如果衝回來香港的話 其實香港的股票 可以轉得更快 即每天 譬如 例如一隻股票 他本來一天是轉三百億的 他可能下來 因為中國的投資 下來香港之後 他可能會轉超過三百億 或以上很多倍 即是說那個速度會快很多 出入的時間 大家都會快很多 即買買的時候 也都會 那個價格 那個差價也會很差 有機會是這樣 只要他在南亞 那個速度 那個量是夠的話 香港的股票 會 那個地形 會完全會去改變 因為他畢竟都是一個 十三億人口的國家 對 那可否廣解 這個 全股全權 誰 誰 全股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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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topic 今天就沒有包到 在這裡 這個 沒有包到 在這裡 有 有沒有其他事情想知道 大家 又有 後面那位先生 又是那位先生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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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 就是 人民幣 在交 即是 在交 在交易所那裡 那些錢 是 有沒有利息 有沒有多少錢的利息 這樣有利息 這樣有利息 在現貨裡面 是沒有 在交易所的層面 是沒有 在期貨才有 因為 貨幣通常都是 券商和 下戶自己之間的協議 在現貨是沒有 所以你不會有錢 你不會有錢 在我們那裡 沒有可能 在現貨 是沒有可能 除非你是在炒期指 期指你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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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沒有錢收的 都是沒有錢收的 我想問 我想問 例如 南下 他們賺了錢 他們上面的上交所那裡 收不收他們的利益 例如賺了錢 上交所當然不會收 是稅局收的 即是他上面都會收錢 都是要收出去 賺虧呢 其實是根據 根據 因為我不熟悉 上面內地的稅制 因為 這裡已經說了 是根據當地的法制 如果投資者在上面 在港部賺了錢 應該根據當地的稅制去做 因為香港不會講到 即我講不到上面的稅制給你聽 因為都不知道上面的稅制 肯定要收 但是一直拿去做 是 是啊 因為我聽到大陸投資者 就是 就是 大陸的錢應該要給稅 不過大陸 一向都沒有收 那麼大陸 就是 就是差人 差人沒有差賣 但是稅制那方面 會在最後 後來 互訪通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給一個很清晰 上面給我們的指引 我們會告訴大家 因為 投資者在香港 就是 通常都不太熟悉 那些稅制 特別是互網通 去賣金互相 好 就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那今天這裡就完結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你們可以透過要財 把這些問題轉介回到我們 交易所 我們會一一問你作答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 網上的資料 可以給大家去 去 去享用 那大家有什麼 有什麼 想知道的時候呢 可以上這個網站那裡 是 講互訪通的 而這個互訪通的網站 裡面有中英文版 全部都有 大家可以拿這些資料去看 OK 多謝大家 好 多謝王先生 我們有請阿高先生 有請阿高先生 阿高先生 有請阿高先生 謝謝阿高說 grease 不一聲明天就升的了 可能不是明天了 你這頭買那頭就升的了 那麼今天既然是滬廣東 我就集中在滬廣東那方面 確保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最重要是看看 兩地股民的資金流和資產值 還有在滬廣東之下 A股和香港的股市會發生甚麼事 未講這件事 大家看看數字 上海 上海市值大約14.5萬億 這個是 知甚麼窄一位 深圳市大約8.7萬億 負負心 加起來大約23萬億 好了 流通的股份 我就當你是10萬億 這系列的數字 一會兒我會詳細跟大家分析 香港這邊的市值 大約是23萬億 給你買的 我就當你是10萬億 多點少點不是問題 為甚麼會列出這個數字給大家看呢 內地的股市 近期來說很低迷 個個都說 IPO 新股上市 令到成交交額 坦白 事實上來說 這點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因為A股根本上變升 本身是淡的了 2009年8月4日 上升值得3478點 去到去年6月25日的低位 1849點 才叫斷定 之後升到上去 9月12日的2270點 已經是行人止步了 直到現在這分鐘 整個上升值數都在這個框關之內走 問題就是 到底要走哪頭了 其實我自己就一直做了分析 這個421點的框關裡面 中間位是2,060點 我不管你怎樣 上升值數如果在上半局 應該有機會向上望 反過來如果在下半局的話 就會反復 但不會跌得太多 其實我自己認為 A股已經是見得底的了 環球的股市在未來的走勢當中 如果我自己的看法 以基數或者倍數上升 A股是最厲害的 好了我先看這一套 問題在哪裏呢 民間的財富 其實在內地是103萬億人民幣 相當於128萬億港幣 這裏就是互廣通最受惠的地方 你想想如果現在市啟動的聲勢的話 龐大的資金流如果流入A股的話 A股根本沒有那麼多股料給你們買的 其實有很多傳統的股份 沒有人追求的 全部買了一些創業一些非傳統的股份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投機的心態 這個是不健康的 所以一定要多些優質的股份上市 在未正式啟動聲勢之前 大家是要留意一些傳統的股份 因為指數上升一定是傳統股份的 我們不會說一些創業板的股份 八十倍九十倍的市盈率 你可以投機 但是那些不是主流性的 好了 如果你說在啟動的聲勢當中 會發生些什麼事呢 如果你說沒有足夠的流通股份 給它買的話 到最多什麼損失的是什麼呢 一定是內地的股份 因為大家不會買一些不升的股票 很簡單 會買一些會升的股票 會升的股票呢 就是八十倍市盈率 是純粹是投機的 到最多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等於由一千點 升到上六千一百六十四點 回到一千六百六十四點 全世界股市都是這樣跌的率 為什麼那些A股跌得特別厲害呢 如果你說金融海嘯之後 杜敬斯指數六千四百六十九點 去到現在一萬六千九百七十八點 星期五繼續高位 香港股票最低一萬六千七百六十點 升到去一零年的高位 都二萬四千九百八十八 內地的股市呢 金融海嘯之後一千六百六十四 比到現在你捉 二千點零四十點 你都是只有三百點 這個就是不健康 但不是代表內地的股市呢 是沒有得升的 其實如果你說資產質素 或者說未來的經濟動力 最強最強就是今上是中國 那這種情況呢 現在總共有所改善的了 好了 我們回回正題 好了 一百零三萬億人民幣 如果將來股東會發生甚麼事呢 香港這邊被你買到的股票 是十萬億而已 我們計算一條數下 內地是十三億人口 我當是十三比一 但它有一億個股民 一億個股民 香港呢就七百萬人 我當是七比一 香港給了一百萬個股民 因為香港的市 根本上呢 資金流動性是很弱的 民間的存費只有幾萬億 你相對內地十三萬億 一百零三萬億 根本上是可以比的了 可以這樣看 如果市一啟動的時間 內地人來香港賣股份 或者香港人去賣股份 就基建於那個條款 A股呢 沒有馬錢 即是沒有借錢 有停板機制 香港這邊呢 是有即市 有馬錢可以借貸 沒有停板機制 很明顯就是 香港的市的吸引力是大很多 你來香港賣股份 十點鐘賣 十點停一分 你有管事走的 你都可以走 但是內地不行的 所以未來那個情況 就是說 A股如果真的跟香港這邊 互港督之後 港人上去買A股 剛才問到很多很多問題的了 第一 內地是外匯是管制的 它不會開放的 中間有很多很多問題 但是內地人來香港買股票 簡單到不簡單 你一定要再開個戶口 放下錢在那裡 你就隨時都可以網上買 又可以拿手機買又行 自由很多 變成內地的人來香港買 是遠遠多過香港人上去 實際上香港就算 給你上去買的話 你影響力都很小 七百萬人而已 你看內地如果說一億個股米 一億個百分之下來香港 多過你全部 已經 這個根本上是股票界的自由行 再講 一百二十八萬一港元 我當你五個百分之下來 你香港已經六層了 大到是這麼緊要的 你等於是03年沙士的時間 街道是沒有人的 但是一放自由行的時間 其實你看街道 全部充滿了油人的 這裏順帶講一講 有個別的人士 對自由行的內地人 就有一點偏見 但是我自己覺得兩地 其實來講 如果香港的經濟 沒有內地的後面經濟的支持 香港根本上是沒有自己的能力的 香港現在已經是沒有出口了 是靠金融 靠旅遊 靠轉口和靠建築這四個範疇 剩下的最大的範疇 根本上就是金融 金融你一定是要靠祖國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大趨勢來的 這個胡廣通如果我個人看 就是中央政府是排行的 如果這個政策在十月份 正式推行的時間 不會這麼快起到效益 一會不會再講 但是將會是一個大的趨勢 資金啊 內地的投資者是逐步逐步來的 好了 講到股份 大家要看看 好像中人壽 平保啦 他們收了很多的保險基金 他們要投資的嘛 現在沒辦法 現在只是賣A股而已 但是將來有胡廣通之後 他們有一個份額出來 他們會下來香港 買一些優質的籃籌 包括匯控啦 11號的恆生銀行啦 中銀香港啦 和王啦 長實啦 新地啦 港交所啦 九四一啦 還有1299有邦啦 即是二號啦 講電能實業啦 全部都是穩穩陣陣 股食股 有四期食啊 他們不會買中行 不會買公行 不會買電行的 因為內地都有嘛 他們用不來香港買呢 這些股份呢 機構性投資者 是買眼的了 所以呢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呢 整個傳統的籃籌股呢 將會由現在的10倍左右的市盈率呢 提升到樣貌呢 是15倍左右 但是你不要忘記喔 它年年有增長的嘛 換句話來講呢 港股的聲勢呢 將會在匯控之下呢 會出現一個很大的突破 一會我會講的了 至於其他民間的基金呢 會買什麼呢 除了這些之外呢 會買呢 例如是騰訊啦 上面沒有的嘛 或者是金沙中國啦 上面沒有的嘛 27號啊 銀餘啦 上面沒有的嘛 那這些行為了 博彩股的嘛 都不知道現在博彩股 現在不能買的 因為呢 澳門簽證的呢 是由7天 縮減到5天 縮減到3天 那你住少幾萬酒店 少一點 洗少一點 博彩股你肯定不要啊 還有銀聯卡呢 賭場啊 還有在一些當簿上 全部都不給了卡的了 變成呢 博彩稅收一定是 就下波 所以博彩股是不買得的 這段時間是會跑出大市 好了 剩下來呢 更加多的資金呢 會買呢 買些呢 概念股 是很小的股份 所以未來呢 整個牛市議期呢 是會告中的了 最快最貴 最快會在第三季左右 是會結束的了 好了 那如果你說 這些資金一路一路下來 傳統藍州不斷上升的話呢 帶出一樣東西 就是說呢 恒生指數呢 會不斷向上 找個位 因為呢 好像美國那樣 有些人就擁自衛 就說 美國股市呢 現在呢 很高 要回套 我看法剛剛上快 美國的市 以往來講呢 一定要經濟好 經濟好 跟著呢 就企業的盈利呢 開始上升 今天開始的投資信心 資金主導之下呢 就股市逐步逐步上升 最終呢 就爆發了一個叫牛市 直到生產過剩 開始呢 啊 資金有點緊張了 經濟不能夠跟隨了 股市就做報律 空市 那現在這一分鐘是甚麼事呢 第一 金融海嘯之後呢 聯儲局不斷注資 直到最近 雖然是退市 都仍是住在350億 那資金的流動性呢 是空前那麼強的 從來未試那麼多 你看烏克蘭事件 你看伊拉克事件 金價升了 或者是 油價升了 但是美股又創新高 因為為甚麼呢 這些相關因素呢 是阻止不了資金流的 尤其是 好像美國一些對創基金 一些金融機構 他拿著一筆錢是說50億 100億 200億這樣 天文數字的資金 你用來做甚麼呢 你用來投資 如果你買美債的 可以不可以 問題就是兩億 兩億幾 那你變成好像 美股供不斷上升的話 你會跑輸大事 不用一個季度 基金經理就炒油了 所以迫著一定要入選 那資金不斷上升之下呢 就有一個財富效應 這個財富效應在不斷上升之下 最終就會刺激那個消費 有消費呢 經濟呢 有消費呢 有消費呢 經濟呢 因為美國的 一年的GDP14萬億 有70到75%利指消費的 好了 再看看現在美國的情況 一個金字塔 錢呢 在這裏 如果阿里巴巴上市 要500億美金 要幾千美金 可以 你開箱可以 大把人跟著你做 中間這些做生意的那些呢 跟銀行借錢都可以 都可以 你有財務報表啊 有磚頭啊 各樣東西 看過這些東西 就借給你咯 你下面那個 借兩千元來炸卡稅 行不行 不行 即這些錢 都陷在上面 而這塊錢呢 正在主導整個美國市場 所以美股呢 的上升呢 以往是這樣的 現在是這樣的 直至到利息開始上升的時間 美股才有機會見頂 所以不要股頂 有牌子上升 因為美國聯儲局 現在還在印銀紙 每去350億的 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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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基本因素來的 那一會用這個基本因素呢 做套下去股市的走勢 我們就知道市會發生了什麼事了 好了 未講戶廣通之前呢 有一個情況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呢 H股呢 好乾淨啊 H股呢 是貴過A股的 好似平保那樣 二三一八 香港的股市 六十幾元我就當你六十元啦 六十元 那A股呢 是四十元 人民幣 人民幣 加上匯率 我就當你四十八元港幣 那就是說 兩者相差呢 是十二元 在香港別港 那這個情況是要有所改善的 一定要修訂的了 但是這個不會影響到護港通 是要在護港通之前呢 是會慢慢慢慢修訂的了 情況可能會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H股呢 不動 A股性 這個可能性 不敢說沒有 比較微一點 A股一動的港股已經抽了 第二個可能性呢 就是呢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H股 A股不動 這個可能性呢 不敢說沒有 不過呢 我覺得都不是那麼大 你H股怎麼肯說 要跌一早就跌了啦 第三個可能性呢 就比較大了 H股呢 輕輕下跌 A股呢 就慢慢上跌 那再看看 那會發生什麼時限 A股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是升的 這個情況之下不動 這個情況之下都是升 得出二個呢 這股就變得低的了 A股就升了 那H股這邊呢 這個是橫行 這個是回 這個是回 那七八月份呢 這個市會反覆 所以呢 就 現在錯失了低級的呢 暫時忍忍手 不過今個月呢 可能還有更加高的指數 在後面 現在我就說說大事一下 在家中的指向前 我只是想說大事 也不冷 明慎的 我只是想說大事 好像一堆 我只是想說大事 你不是想說大事 有而言 所以一諸詞 這是大前年10月4日的低位 這是前年6月4日的低位 這是去年6月25日的低位 這是今年3月20日的低位 留意去年6月25日升到去年10月2日 市是升了4685點 市是沒有胡廣通的 前年的市是由這裏升到22718點 10月27日升了4662點 這年更加不用說 今年的低位暫時是3月20日 今年的高位是23469點 是今年1月2日的高位 已經看完整個局了 因為很多人說6月份會見到全年的低位 現在今年6月份剩下1、2、3、4、5、1 6個交易天 這日是期指結束 這日是期指轉瘡高空日 這日是場外衍生工具結束 即是星期一、2、3這3日 會不會有大幅度的戲劇性的轉變 我想不會了 因為事實上來講 21,138點是2014年度 暫時全年的低位 好了 有人說6月份會見到全年的低位 即是說恆生指數會跌 穿21,138點 我覺得剩下這一個星期 機會是未到根本上無可能的 好了 如果21,138點是今年全年的低位 假設下 即是說 只要有4,000點的升幅 你加上去 指數已經可以穿頂了 穿這個 2010年11月8日 整個偶斯爾旗的落頂 這裏是23,099點 底位是金融海嘯之後 10,676點 那些不講的了 好了 問題就是 剩下的時間會發生的事 今個月 波幅很小 最低的波幅 最低點是22,950點 這是6月6日 好了 暫時來講 去到這個高位 是6月13日 升幅是448點 是這麼多年來最小最小最小的 看看那個波幅 1月份的市是跌了 1,723點 2月的市升回1,789 3月的市再跌1,701 4月再跌1,128 5月升回1,529 6月份 我就當你800點 1000點波幅 好了 如果22,950點是低位的話 只要800點是已經穿頂了 升破是這個 今年1月2日的高位 即是認成一個先低後高 這個可以確認了 2014年的市的低位 應該是這個 除非有一些黑天鑊事件 往後就一浪高一浪 看法就要看看了 過去兩個星期很反覆 但是恆生指數一路一路都在23,200 是不肯跌的 不肯跌的 條十天線有穿過 穿過去就是不肯跌 比如說以往已經踩了下去 那為什麼一路的市都不肯跌呢 第一七八月份 有些滬廣通的價格是要調整 但是這個是可能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的市 根本上不是大問題來的 問題就是 在正式滬廣通10月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剛才之前已經說了 龐大的一些資金 一些機構性投資者 一些保險的基金 它是會下來香港買一些優質的籃籌 因為好像我們的強積金 我供了十幾年 到現在都是在買的 是不會沽的 因為是讓你退休的 那就是優質的籃籌 是有一個很主流性的買盤 往後已經不斷下來的 如果看到這一點的 基金是怎麼會沽貨呢 你比起以往這對沖戶 還抽了上去 市沒有成交 有一種就訂了下來 由21680 這個5月7日的低位 升到6月13日的高位 市升了一千多點上去 但是在高台上 是沒有成交的 四百億四百億 你升不到就要跌了 比起以往 但是為什麼現在一直咬著不肯放呢 就是說 現在根本上還在收貨 還在收貨 再說一下 這個是5月7日的低位 這個是6月6日的低位 5月7日和6月6日的低位 是相差了一千二百七十點 這個情況 只有一個情況才會出現 一個月和另外一個月的低位 在這裏 能夠相差一千二百七十點 是基建於市是見底大幅度回升 很大成交 這樣就行 現在這樣四百幾億五百億成交 你兩個月的低位 能夠相差一千二百七十點 是沒有可能的 是絕對沒有可能的 只能一個解釋 就是說收貨在高台根本就不沽 以往一些沽空的活動 現在就大件事了 因為上個浪 在這裏 去年6月25日 升到去年10月2日 基金是沽空這些股票 沽空這些股票 939 3988 還有其他主要成份股 很多很多 就擺甚麼呢 買二十七 買七零零一九二百 好了 到今年開始就拆倉了 拆倉的意思就是說 這堆東西慢慢慢慢回徒 這堆東西就逐步回補 但是呢 它沽的數目是大過 大過它的預期的 你好像美銀 沽了所有的建行 工程全部沽了工行 他們沽不緊要 他們大家 他們都是策略性投資者 他們有貨在那裏 那裏幾百億都是叫做有貨 但是有很多的 對沖基金就見到 哇 你沽啊 我又跟著沽 那就閉加貨了 那現在就一直補 一直一直補 補到現在還是補 因為呢 不要忘記 內銀股的市盈率 大概是六倍左右 有些沒有 息率呢 有六倍 有些不止 這股輸死你 輸死你 不是開玩笑 那好了 那剩下來的就是 如果市再行會發生什麽事呢 就知道了 如果22,950點 在未來三成天 如果今個月 全個月 如果波幅有800點的話 指數呢 是會攻破23,398點 但是你要計這條數目 攻破23,398 去到這個所謂的23,750點 只有幾百點而已 你買下去沒有錢賺的 因為七月份已經是互聯互通呢 一些遺留下來的問題 H股貴,A股劇 它要解決的了 所以要買貨呢 如果你說錯失了五月份啊 或者這個階段去買的話 現在呢 就唯有引手的了 如果你買中線的沒問題 如果你打算 我買來我炒的話 已經不能給你炒的了 幅度是小到你不相信 好了 反過來 這個是高位 如果這個是高位 如果這個是高位 會發生什麼事呢 今個月 如果有800到1000點波幅 我當是1000點 如果真是先高後低 會扭轉的話呢 首先來說 一條十天線在這裏 一跌穿十天線呢 老老實實 超過兩天的話呢 指數呢 是會穿這一個的 如果一定穿 再穿這一個22950的話呢 已經不夠時間了 去到月底了嘛 市沒有機會再反彈的了 那就是說市呢 有機會見22398點 那機會來了啊 大家不要害怕啊 去到七八月份呢 可能呢 乘著這個勢呢 再進一步反彈都不定 但無論怎樣都好呢 這個水平呢 是入市的了 因為解決了AH股差價問題呢 九月份已經是偷步的了 它不會去到十月份 正式護廣東市勝的嘛 這個市一向都是先一步的了 股市的上升呢 永遠走在消息前頭 永遠走在經濟前頭 如果我計得到那條數 有這麼多資金要來香港的話呢 我不相信那些機構性投資 就是計不到 它們會什麼時候買呢 而現在已經賣的了 因為它們的錢 不是好像我們的資金那樣 拿著五十萬 二十萬 一百萬二百萬 計算這條數 它們是說呢 天天都有資金來的 還有你看看 港會呢 過去這個星期是強得很緊要的 那些錢來香港做什麽呢 申請IPO 我不覺得 那些涵漆細雞 來的 它買樓嗎 我不相信它會買樓了 剩下來當然是股市了 這個不用說了 所以市一路都是咬著高台 是有理由的 如果回來的話 其實會發生什麽事呢 就是就算市市一試回二萬二千坡 你都是賣貨的 因為我剛剛計算的數 如果今年的低位是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八點 只要有四千點波幅 指數就已經是上破了 是二萬五千一百三十八點 那去到這個水平的話 其實市場已經很激了 在這一刻去到二萬六千五百點 不是牛市三期 牛市三期就是在這裏 就是真真正正的升浪是在這裏上才開始 現在這些市都只是波幅市 由一零年到現在為止四年 這四年整個市都是有波幅沒有升幅 有反彈沒有大升的 最重要是看看 由這一刻開始的低位 大前年是這個 前年是這個 去年是這個 今年是這個 是急急地向上行的 最終一突破了的話 內地的資金 我不理會通過什麼途徑 一要下來的話 因為香港的市場是很小 內地的力量是很大很大 你不用看其他東西 你只是看那個自由和一貨 整個廣東道整個王國 根本是內地的遊客 在這個層面上 未來的大市的升勢 只會越來越小 直至到最終爆發第三期謀事 這個市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升破2007年的31958點呢 其實來講 現在跟那個時候 跟上不能夠相提並論 當時是23557 跌到大約1898點 直通車來了 一聲兩個月 升路上這個水平 中人壽24元沒有人買 升路上52元呢 你又追我又追 那些人很天真 嘩 直通車來了 我買好一些 中人壽 那你又說24元 內地的人來買52元 嘩 你又買光了 嘩 你真是當人家傻傻的 你真是 那到最後 一定是爆煲的了 今天海嘯來了 我買了10676點 但是這次不同 這次不是直通車 這次是護廣通 它可以下來買 你都可以上去買 但你根本上去買的力量很小 你都未必會 但它就一定不會下來買 你只看澳門 莫彩人士就知道了 我們去澳門 現在本來有300元500元 沒有的了現在 現在當然剩了很多 總傳我過去 我換了3000元籌碼 3000元籌碼 其實是搭一下搭一下 我都沒有買過 但是那些普通話 那些人一動一動 推來推去 很過癮的 接著我看了兩舖大 這舖真的可以大 一買就輸 我猜就中的 我買就輸的 輸了剩下一個 不到 輸了2000元就走人了 我們都不敢出聲 在旁邊吊一下 人家那些三五七千 又陸又藍 推來推去 都沒有當沒事的 可想而知 現在那個市場 根本上 最大的力量 是內地的投資者 而且民間財富 更上天文數字 順帶一提 內地的樓市 有些人就說 是比較淡 我覺得未變 我反對樓市來說 我不擔心 因為內地的經濟 是靠出口 靠內需 和靠固定投資 要保持7.5%經濟增長 出口的貢獻是有 不過已經少了 以前三百元人工 三百元人工 你要出多少口試 養到的人 但是以前沒有內需的 內地人是沒什麼錢 但是現在民間財富一百零三萬億 是天文數字 即是內需市場 醫食住行 家電醫療等等 中中之動是房住 就是居住 還有汽車工業 至於固定投資 當然是基礎建設 其實基建已經有相關政策出來了 8千億的資金 投降在公設相關的項目 所以1766 390 914 安徽海羅水泥 還有三四七這些不少得的 這個不用了 1766當然是南車 現在還有一隻北車 這兩隻都是好東西來的 承辦商 水泥 還有安港 那些鐵路的路軌是冷窄港來的 少得的 但是全部都不能買 除了這隻 因為H股是貴過A股的 你要慢慢買 不及得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 現在這一分鐘 都是對相關板塊的股份不留意呢 因為你有護廣通 你有護廣通 你有護廣通的話 即是H股高 A股低 這個是要調節的 我現在買了 可能會吃虧在眼前 所以那些人都在等著 有A股慢慢升一些 H股慢慢回一些 他們才會入手 但未來龐大的資金樓 是不會買這些股份的 是不會買內銀股 亦都不會買內銀股 他們會買匯控 恆生 剛才我提到 這些上面沒有的 九燈、廣燈、長實、和黃、新地、港交所 941、友邦 之後有些資金是會買騰訊 27、1928、金沙和銀魚 還有這些紅丑 尤其是北控和上實 都會買這些股票 換句話 主流性的股份 將來是會越吃虧油的 如果大家要入市的話 現在這一分鐘 可能不是機會 就算我撐一撐上去的話 七八月運都會反覆 等 我們大家去等 給點耐性去等 不過你說 我現在買了怕不怕 都不怕的 因為市我看這裡 不是看這裡 我是看這裡的 這個遠景消息 是看這裡的 只不過說 你一元的股份賣完之後 跌到去抽毛錢 怕一怕 回上來 我一人錢不用輸就走了 結果最後升上四元 沒有你賺 有些計劃 好了 我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幾位明白我想說什麼 我就看得很好 我看得相當好